十五 善知识者诸语接收 诸识接藏 归己为用 诗之重或所义 缘何来 善知本性为祸而福 列里做己批照 善知本性为祸而福 善道养德为祸 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 都是胸怀博大 心精宽广 好话和坏话都听 好的知识和坏的知识都吸收 好的知识吸收起来 丰富自己的才干 提高自己的能力 为自己所使用 以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而坏的知识就拿来用以检查 对照自己 引以为戒 使自己不要去犯类似的错误 这样做是因为善知识的本性 是为大众而谋福利的 所以为了给大众谋利益 将坏知识拿来作为自己的一种披照 检查自己的错误缺点 有了就改正 从而达到既有益于社会 又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目的 因此 善道称为 吸氧道德 为大众服务的一种行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